BS盲利救國在2日凌晨開啟直播 原本粉絲很開心能看到偶像 然而長達4個多小時的直播結束後 阿米們都相當擔心救國的現狀 站上直播中他喝了很多酒 唱了很多別人的歌曲 自己的歌曲卻沒唱多少 他透露成原本的solo都在進行中 他的活動好像都停滯了 沒有事情做 並表示想直播久一點 因為下次直播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之後他很上線 9台起開Instagram直播 10台不斷重複 有辦法承受後果嗎 時格說要開的歐等等 似乎連能不能直播都要受到公司掌控 許多粉絲看了這場直播後 都為他打抱不平 如此熱愛舞台的人在世界盃結束後 已經空窗了好一段時間 公司只顧著發展新團體 卻沒有善待身為公司開過工程的防彈 而在直播結束後 明明真晚唱了很多首歌 講了很多內心話 最後登上熱搜的詞條 卻是田舊國清唱低頭片段 粉絲最後鬧火怒批 連熱搜都要買跟十妹相關的 種種的一切都讓阿米石起炸了